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 国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时间很快 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月份 12月份的月中了 OK 今年2023年只剩下10多天就结束了 我们就会进入2024年 不知道大家的目标有没有在今年完成 对于我而言 时间非常的紧凑 过得时间真的是非常快 一转眼就到了年底 那么马股今天是不错啦 KLCI起了6.19 收在1462.45 上涨的高的528 然后下跌的是426 全球股市有一个利好 就是美国那边的美联储 他们开会了 然后美联储似乎在暗示 可能明年会开始降息 因为最近看到美国他们的经济的数据 好像是在说美国的经济好像开始冷了下来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开始紧缩了 就是那些初次申领这个事业补贴金的人有所增加 然后当然你可以看到美国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的情形之下 那么很多人都说可能明年开始美国会开始降息了 OK 那么讲到降息 当然对于股市而言是个利好 OK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记错 今天香港蛮多的市场 今天是有起一点点上去 所以马股也是一样 然后今天 Airport大马机场起了3.9% 所以在7块5毛6 所以当然讲到Airport这支股票 当然现在股价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 因为像之前 Covid MCO的时候 Airport就会比较辛苦 它的业绩也是在亏钱 把它最新的业绩都是不错啦 像最新业绩YOY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So Airport 手高就不奇怪了啦 好 在讲Valet Store之前 来个小小广告 我本身还是有在做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已经做了5年多了 OK 就是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是用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就是我会去阅读这些挂牌公司 他们的财报 就是年报和季报 来研究一家公司 它究竟 这不是的投资了 OK 看钱景 他们的财务数据等等方面的资料 所以这个选股服务 它是适合那些你本身不喜欢收股息的那些派的投资者 你追求股价的上涨啊 因为我也是会比较偏助那些股价被低估的公司 So 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 如果你要进一步直到详情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et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甚至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谈谈这家公司 OK 又是一家游戏股 所以最近啊 当然游戏股最近也是受到 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 因为啊 世界上不和平啊 俄乌战争打到非常的激烈 然后现在有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 所以一旦有战争的话 通常油价都是往上冲 OK So 先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这家公司哈 就是Valastor Energy Berhad 它的quad是Valastor 那么今天啊 依旧是非常的活跃 不过它的股价是持平 所在22.5分的价位 在去年啊 8月份的时候 它的股价一度只有7.5分 OK 为什么去年股价这样低 只有7.5分 因为你看回去年啊 其实它的业绩是在亏钱 OK 好像是亏了4000多万一个季度 OK 是很紧张哦 那时候啊 出了业绩亏了4000多万 So 它的股票一度跌到只有7.5分 啊 啊 仙股中的仙股的价位 当然来到今天啊 一年4个月的时间 就是啊 16个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飙了两倍哈 从啊 7.5分 飙到22.5分 So 啊 两倍是蛮凶的 因为这种账符啊 其他公司 你可能要等上7年才会有 它在啊 16个月的时间做到了 So 它的市值 现在啊 18亿的一家公司啊 不小哦 如果你看市值的话 MTA 29分啊 搞过股价啊 然后最新业绩 11月29号出炉 它的3rd quarter Financial 23年 啊 回调的业绩了 OK 因为啊 YOY 暗年哈 它的 Operating Expenses 是增加了非常多 OK 跟去年比 它的 Operating Expenses啊 运营开销哈 竟然增加了83% 啊 我们知道 那些啊 油田做工的人啊 他们薪水啊 都是会比较高 OK So 啊不奇怪哦 Velestore 其实啊 我相信它在开销方面是 啊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开销 再加上现在全球通货膨胀 啊 马币贬值啊 等等的压力 啊 美元6之前啊 升到很高 So YOY 它的净利是暴跌92% 它这个季度只是赚了一个 122万 OK 至少它没有亏钱 不过赚很少啊 只是赚了一个122万 So Velestore这家公司 它的业务啊 它们本身是做油田的Service 啊 向他们提供这个钻钻台哦 OK 做油田的服务 他没有制造一些啊油管 Piping啊之类的 So 老板啊 最近也在买票啊 OK 他的director Dartor Limtian Singh 在啊 一天买进了237万股 OK 老板啊 买票通常是个好事啦 就代表说 哎 他愿意掏出自己的真金白银哦 来买自己的股票 OK 然后买了200多万股也啊不少哦 这个数目啊 So 我们来看啊 Velestore有没有前景哈 OK So 这个当然 啊 这些资料是从 i3啦 那个PDF research report那边啊 得到的 OK 如果啊 你们有兴趣 然后更详细的可以下载来看啊 哇 这边就讲一些重点 So 展望未来啊 一些分析师就比较乐观啦 OK 他们觉得 在来临啊 第四季度的这个业绩啊 他们预期这个 他的REIT的utilization哈 他的机器的这个利用率啊 应该会有所提升去到啊 Forth Quarter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季度啊 Third Quarter 他其实 OK 像他的Third Quarter 他有一个机器叫做Naga 3 他的Naga 3 在啊 这个第三季度是Idle 没有做工哈 当然就啊 没有收入 不过好消息是说啊 这个机器Naga 3啊 啊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 10月Otember 已经被Petronas Karigali 啊 啊 Contracted了 就是说 哎 他开始有做工了 for这个啊 Karigali啊 10月份开始 然后他立一个机器啊 Naga 4啊 在啊 今年9月份也是完成的 他的periodical survey 啊 应该是类似 Maintenance的一个东西啊 啊在啊9月份的时候完成了 啊特别是啊 这个我们亚太这个区域 这个啊 Reed的demand哈 对于他这个油气 Reed的这个demand需求 是有所增加 首先呢 他的jet up的charter rate啊 就走高了 OK 他的charter rate 这个啊 费用jet up的就走高 啊 YOY是增加了38%啊 跟去年来比他的charter rate啊 增加了38% 这样已经来到美金是16.5万哈 他的一天的charter rate OK 16.5万啊 跟去年比增加了38% 不过啊 当然Velesto 他不能说 所有他现在的机器啊 都是以这个最新啊 贵的rate好没有哈 因为他很多机器之前签合约的时候 那时候的charter rate 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要等到啊 应该是financial year 24年second quarter 那时候开始 他的那些旧的合约 做renew的时候啊 当然也是要看那时候 renew的啊 时候的charter rate 是不是还这样高 我们是讲啊 如果明年 他renew他的contract的时候 他的这些啊 renew contract 如果是以现在比较高的charter rate 来算的话 那么当然是个利好啦 OK 他就会有啊 一个比较高的收入了 OK 这是啊 潜在一个利好的消息啦 不过也是要 也是要看明年的rate 是怎样跑了哈 把现在那个啊 get out的charter rate 是跟去年 比是起了蛮多上去 所以啊 总的来讲 当然Velesto啊 啊 我觉得他的股价多少price in 了啦 刚才说了嘛 就是一年四个月 股价也飙了两倍上来咯 OK 啊 你看短期来说啦 其实已经啊 上上了一轮上来后 两倍 其实是蛮多的 我觉得市场啊 price in了啦 就刚才说的利好 就是第四季度 他的啊 read的utilization 理论上会走高 啊 随着他的 Naga 3 Naga 4 投入的使用哈 到Vencentify 明年 如果他renew 他的contract 啊 一个比较高的charter rate 来啊 renew的话 当然他的啊 收入就会有所提升啦 OK 这是他的一个利好咯 把现在市场啊 当然是有个趋势啦 油气股哈 你可以看到 非常活跃 然后一些啊 个别的油气股 股是有被啊 有所炒高的一个迹象啦 像啊 blastore 当然是其中一个哈 OK 表了两倍上了百 啊 当然 NTA是高过股价啦 因为蛮多油气股的NTA啊 通常都是一个比较高的那个level啦 所以啊 没有买卖建议哈 OK 只是一个分享 但最后还是要啊 disclaimer啦 啊 最重要呢 4个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啊 4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啊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你有得到一些啊 有用的知识 欢迎你把它啊 来跟share出去啦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啊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哈 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啊 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最后啊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的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好